在这个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里 想要快速获取第二本护照 已经不再是一万富翁的专属梦想 你有没有想过 最短能获得第二国籍的时间有多快 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在不需要亲自访问的情况 就可以获得第二国公民权 你知道吗 东加勒比地区的英联邦五国 常年评比为快速入籍榜单的前五名 每年数以千计的家庭携带着他们的财富 加入加勒比和英联邦的公民身份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计划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远离政治风暴 和经济不确定的避风港 更是为了这些岛国经济发展 带来宝贵的贡献 但是随着资金的涌入也带来了问题 政策不一致 透明度不足 以及造成安全和边境的问题担忧 于是西方两个重量级的玩家 美国和欧盟 决定向这些岛国伸出援手提供资源 并在立法上予以心地认可 几年前 这些岛国一直倡导经济共同繁荣 和维护区域的安全 在2024年3月 终于迎来了东加勒比成员国 首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目的让快速入籍计划 遵照国际规范 迈向标准化 透明化和安全化 然而当这份备忘录曝光时 原本应该团结一致的加勒比五国中 却有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有签字 选择了站在边缘 缺席了与其他国家 共同提升快速入籍计划的标准 和可信度的大框架 在这期节目中 我将带你深入剖析这份备忘录的内容 了解第二国籍和身份规划的未来蓝图 研究护照计划动向的机会 到底哪些护照或因此游走在 失去欧盟免签的边缘 看完这期视频 我会带你清楚的预示 美国、加勒比与欧盟之间的约定和合作 分析应该如何为自己与家人选择护照项目 更重要的是 我会告诉你哪些项目即将涨价 调涨多少 以及那些对加勒比护照感兴趣的你 应该在什么日期之前采取行动 为了你的全球身份迈出关键能力 在视频开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你会提时收到新视频上线的通知 首先这是一份6月的亮点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在开篇就郑重声明 它代表的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成员国间 关于投资入籍项目的一项重要协议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各国的总理 亲笔签名得到的确认和认证 这份备忘录的宗旨和覆盖范围非常清晰 旨在搭建一个合作与信息共享的框架 专注于各方在投资通过公民身份项目中的交互作用 内容不仅涵盖了交换最佳的实践 执行尽职调查流程 还涵盖了对潜在安全和合规风险进行深度分析的部分 而备忘录的签署日期是在2024年3月19日与20日 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备忘录的核心内容 所有参与方一致同意根据2023年10月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会议成果 共享有关投资入籍项目申请者的相关信息 而该平台仅对获得授权的参与方开放 这个重要的平台将由联合区域通信中心JRCC来建构和维护 而其为加勒比的一个子机构 主要职责包括为成员国提供情报收集与分析 每个成员国都承诺将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进一步的各方约定将采取更透明的措施 公开筹集到了捐款的财务状况 同时还将定期举行独立的财务和审计报告 包括将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上报各自的立法机构 确保所有快速入籍项目能够遵循 和达到国际公认的最佳时间标准 在管理规范方面 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将指派或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主管机构 根据国际要求和最高实现标准监管这些计划 这个区域性的主管机构应该在2024年的6月30日之前建立或确定 本条款的核心在于 各参与国将在其国内立法机构之上 共同建立一个具有区域权威的监管实体 专责于制定和执行针对所有成员国投资入籍计划的管理规范 从前面这两点来看 代表同意签署的加勒比国家已经参照欧盟的做法 开始共享入籍者的信息 以响应国际社会的期望跟要求 这一做法符合2010年6月巴斯特条约的精神 根据该条约 拥有东加勒比国家任何七个国家的国籍的人 能够像在欧盟内部一样 在其他东加勒比国家自由生活和工作 安全审查和框架方面 除了之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 以及由各方已经实施的承诺以外 本备望路还进一步明确了一下几点 在处理申请人被拒签的情况时 各方将遵循一套共同制定的规则或程序 以确保拒签的决定最终性和一致性 各国将对申请人进行面试 以及利用各方的财务情报单位 或相当的国家机构 对申请人进行财务和背景审查 以确保其资金来源干净和合法 并且各国在此谅解备望路中 做出了两项关键承诺 申请人获辟了该国的公民身份后 将进一步进行禁止调查评估 以持续验证这些新公民的合规性和事宜性 第二 在需要时与国际合作伙伴合作 回收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注销或取消的护照 以防止其被不当的使用 这些措施是说 各参与国也将持续确保入籍者的行为和资质 符合国家对公民的期望跟要求 而那些通过有瑕疵的入籍手段 或是采取低价金额的捐款 或其他不在法案内的投资方式 这些获得公民身份的人 也将在未来再次受到验证 如果有护照被取消、换发、更新 或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注销护照 也必须回收这些护照 接着有关于代理机构的管理 各国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 包括禁止以免签访问作为主要的营销策略 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各方护照的照片 各方还承诺通过法律规章和命令 对代理机构建立共同的监管标准 接下来我们谈谈关于调整价格的重要内容 各方一致同意将最低门槛统一调整到20万美元 这个调整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经济收益 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门槛 确保能够吸引到真正有意愿和能力 为东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投资者 而且这个最低门槛的设定 将反映出申请的实际贡献的金额 而不是他们支付的总额中扣除各种费用之后的金额 价格的调整必须在2024年的6月30日之前完成 此外以后任何关于最低投资门槛的调整 都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次同意 确保所有国家的利益得到平衡和保护 在这一段的文字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签字的国家 一次同意把单人 也就是目前最低的入籍门槛调高到20万美金 至于一家三口或四口要多少钱 目前尚未有具体的方向 不过我在我的网站上有做了一个预测 感兴趣的人可以访问上面这个连结 在这份文件上 到底哪些国家的领导人愿意深化投资入籍合作 并且共同遵循国际规范 哪一个国家又不愿意签署 而选择了另聘自己的入境呢 从文件的最后两页可以看到 南提瓜的总理跟多米尼克的总理 在2024年的3月20号前置 格林纳达的总理与圣基茨的总理 在3月20号与3月19号前置 显然圣卢西亚的领导人 并未在此签署名单中出现 其实原因很简单 根据权威报道 这跟圣卢西亚政府与盖勒斯集团之间的承诺有关 这个集团对外宣称 投资人需要满足20万美元的投资额才能参与 但实际操作中 却与远低于官方要求的金额吸引申请人 同时采用一些激进且充满争议的推广手段 即便在没有达到20万美元的投资额的情况下 圣卢西亚移民局仍然向每位申请人收取3万美元 甚至更高的政府费用 并与盖勒斯集团在中国大力推广此项目 圣卢西亚政府甚至给予了这个集团数件份的投资名额 目前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欧盟的关注 而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 圣卢西亚如果签字了 就必须终止这个计划 并且共享这些通过融资或低价入籍的人的名单 而且这些不在法案内的入籍方式 也将在未来面临被注销国籍 而且回收护照的命运 所以如果考虑稳定的身份配置 对于圣卢西亚的项目应该持有保守的态度 仔细观察移民局的动向后 做出谨慎的决定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份谅解 背望录的解释 如果你对于快速入籍项目感兴趣 或渴望深入了解 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那里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和详细的信息 以及我对于未来入籍项目价格的预测 现在我们见证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一个世界公民日益增多的时代 的确快速获得第二份护照的门槛 或许提高了 但这反映出一个更加负责任 和透明的世界的轮廓 在其他地方 移民的成本已经在疫情后大幅上升 希腊的投资移民 从25万欧元涨到80万欧元 韩国的移民从5亿韩元涨到15亿韩元 富贵的入籍计划 也从25万美元涨到40万美元 而其他的签证类型 比如英国与加拿大的学签 马兰西亚的第二家园 也都提高了门槛 这个世界这变得越来越小 而我们的选择却变得更加的重要 通过这份备忘录 我们不只看到了门槛的提高 更看到了东加勒比国家 正在自我提升 展示决心提高投资入籍项目 在全世界的共性力 并且得到欧美等立法的支持 但是我们也见到来自远方的移民机构 持续在加勒比区域中 寻找标的国家 试图分裂和干预区域的团结 并且踩踏投资者对于身份配置的重视 根据这份量解备忘录的内容 在今年的6月30日之前 是加勒比护照项目提高门槛的最后期限 之后低成本优质入籍项目的时代 将成为历史 所以我也邀请你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而是作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去理解、去创造、去行动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可能性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你的道路 不是病人 如果你对于身份规划 有任何疑问或希望进一步交流 可以通过这些方式与我联系 这个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世界公民 不再受限于出生地的界限 而第二本护照成了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钥匙 不仅能开启多重身份的大门 还可以作为底层国籍 增加更多的弹性 以及多元的身份架构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希望你点赞以及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